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和平第一粉丝挑战环节 由于上期视频中的点赞第一和第二的挑战 我都已经玩过了 所以呢我们就顺言至第三 它的名字呢叫做我在学校和 它让我挑战的是用SKS吃鸡 咦 SKS 哎呀太不容易了 终于等到了一个正常一点的挑战啊 咦不对呀 我怎么感觉今天我有语感我要吃鸡啊 好了 下面呢我们就要抽取下今天的任务失败的惩罚 看看是什么 还是有两个了 吃榴莲糖 哎呦我跟你们说小伙伴 我真的不喜欢吃榴莲这样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榴莲糖来 一股屎味 二十兄说的才有一股屎味 其实还好隔着袋子能不太出来 其实不过里面真的 你吃的时候你周围如果有人的话 就像闻到你在吃屎一样的 如果我挑战失败的话我就吃它 如果我挑战成功的话 这个就送给你们了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挑战 天天玩戏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 今天是我接受粉丝挑战的第44天 话说今天这个用SKS吃鸡 我觉得是最近挑战里面最友好的一个了 因为最起码能拿把正常的枪了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吃把鸡给你们看看 小板板我已经顺利的找到了一把SKS 并且来到了圈的正中心 下面你们就等着看我如何一路 过关斩将顺利吃鸡的就行了 看到没 前面210有个人 哟 还敢开车 可惜了 就差一枪 算你小子命大 先把你撤胎给你打包 有本事你永远别出来啊 咦 我右边有脚步 我去 原来是个机器人啊 吓我一跳 嘿呀 这小子还敢出来 你这看啥呢你啊 没见过漂亮姑娘吗 搞定 场上现在人不多了 可是这圈刷对面去了 这边还都是大平原 我这么跑 感觉很危险啊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顺利进圈 这把吃鸡还是很有机会的 咦 我好像看到人 哦 nice 搞定一个 场上还剩两个敌人了 哎 我看到人了 我去 这距离有点远啊 不太好打呀 不容易啊 总算打死了 现在EV了 稳住 一定要稳住啊 哎呀 我好紧张啊 这人在哪里啊 半天也看不见啊 哎 我好像看到人了 好像是在105毒边的树后 咱们得换个地方找个掩体先 看到没 就在毒边那棵树后 咱们不着急啊 它不在安全区 待会儿它肯定要跑毒 兄弟 要跑毒了吧 哈哈哈哈 今天这鸡吃定了 我去啊 我这SKS怎么肥色啊 完了 怎么让它 给跑进来了呀 我去啊 这圈怎么还刷到对面去了 哎呀 不行不行 不能着急啊 咱们先往它脸上封烟 然后再请它吃一发 森月手雷 哈哈 哈哈哈哈 9 杀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成功掐鸡 我姐 我真的没想到啊 啊 最后一个敌人居然对我这么好 他都看到我了居然都不打我 你敢信 虽然我最后是有点马 没错 但是那也无法改变我成功掐鸡啊 对吧 哎呀 舒服了 舒服了 太舒服了 肠肠 不用吃了 不用吃了 你敢信 好了 伙伙伴们 赶紧去评论区留下 你想让我下一期挑战的任务吧 点赞出最高的那个评论呢 不光光我会去挑战 同时呢 就把糖也送给你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